歡迎大家回到特工世界 大家看到這個畫面其實是第十九層 今天就想跟大家說一下 我如何過第十九層 一些心路歷程 首先跟大家說一下這三軍的BOSS 第一隻就是這朵花 其實它站著不動 你主要帶一些針對技 避到它的東西就可以了 第二隻就是釋法幾下出來 以及會衝過來 其實大家只要掌握到衝過來的時機 就非常容易避到 而第三隻 嘩現在更簡單 只要你走得夠快 避開它的頭和身 拉開距離你就會贏到 所以其實這關來說 第十九關最主要考驗的就是你的青怪能力 所以大家可以帶一些比較用青怪的武器 例如追光者 屌刀 機關槍也可以 當然如果大家有虎毛的話 這一關就要小心 因為虎毛在大場的青怪能力 就有一點點信息 所以大家只要打一些比較容易青怪範圍的武器就可以了 好 今次我的技能選擇 就有追光者 新的遙控燈 雷程萬鈞 還有足球榴槤 還有一個飛彈 只要留意我選擇的被動技能 其實就有這個加攻 我覺得是每一關都必須的 之後就是減傷的規格 就是火追光者 之後雷程萬鈞 還有一個遙控閃電 雷 就吃正同一個buff 之後榴槤 就吃這個加大範圍的buff 對 所以 我就會有多三個buff的位置可以讓我選擇 剛才我也有選擇 都說過加攻是必須的 第二 就是因為我都說過 金關秘王 最主要是靠速度 所以就要吃鞋 而第三 我選擇那個buff 轉轉轉 維持持續時間 我選擇那個 就因為我真的 那一刻沒有其他選擇 所以我迫要選這個 如果大家 如果大家 真是 比較幸運 不是我這樣 我真的建議大家選擇一些 可能是 其實三個都是燈的 那 大家有什麼就選擇什麼 加心靈也好 回血也好 都比這個 不知做什麼 其實如果大家真的選擇 可以選擇那個 我轉轉轉的buff 即是可以加速的 就 就 會好一點 即是速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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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可能飛得快一點 那麼 亨得更厲害一點 那以為最好的 那 就給大家看一下 我今場的傷害圖表 主要都是 追光者 其他的疾都很 很 很平均 對 真的 主要是打王用的 對 大家去到我這個位 譬如說 我真的被好怪圍死 就可以跟著榴槤走 對 捱到他第15分鐘 這樣就夠了 對 因為其實這關 真的是清怪的能力考驗 如果真的不夠的話 就好像我一樣走到就可以了 來到打美王 真的完全是 我覺得是 沒有上一集那麼難 也沒有第18層那麼難打 所以 就只要跟他拉開距離 不要被頭咬到 那 就有空站在這裡 輸出一下 慢慢打 這樣就可以了 其實真的 場一大 你有很多位置走 所以 你就不像 18層那樣 又避不到 這樣 這個就真的容易打 所以 基本打了第二次 就過了 第一次我是 失敗了這個清怪 那 大家只要 掌握好清怪的技巧 其實就沒問題 輕鬆過了 一條命都沒用過 對 那 又是隻豬 我也是不會買的 那 就 希望大家有難 有困難 就可以參考一下我 那 今條影片就完啦 拜拜